这事让人最不解的呀,就是死伤者接裸体 很多死者和伤者均赤身裸体,寸丝不挂 有书记载啊,巨响之后,帽子,衣裤,鞋袜,一刹那全都不见了 木心斋有内涵不简单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木心斋,我是木心 今天我们来聊天启大爆炸 天启大爆炸和印度死丘事件,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大爆炸 并称为世界三大自然未解之谜 那么这场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天启大爆炸又称为王工厂大爆炸 时间回到明朝天启六年,也就是1626年的5月30日 在位于北京城西南的王工火药库附近啊 突然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爆炸 这场爆炸呢,由于灾难巨大且起因不明 而且现象奇特,堪称古今未有之变故 据明代的一些书记记载啊 当天上午九时左右,京城天色皎洁,但忽有声如吼 从城东北方建制成西南角 同时有一特大火球啊,在空中滚动 在巨响声中啊,天空中有丝状及巢状的无色乱云横飞 还有大而黑的蘑菇灵之状云 像柱子那样植树于城的西南角 刹那间天昏地暗,尘土火光飞机 天崩地线,万石平 大城天气毕业,五月初六日四时 殿天昏远,由非洲习向皇城 忽有声如吼,天崩地塌昏黑如夜 万石平成 周围十三里,静恶激烦 时称天晴大爆炸 更恐怖的是啊 东自富城门,北至行步间 长一千五百米至两千米 宽六千五百米 这范围内啊,不时有从空中坠下来的 人头,鼻子,额头,血肉啊,纷纷扬扬 在圣德门外,坠落的人臂人腿更是多不胜数 同时,万岁木头石块,家禽等 像天雨一样落下来,景象啊,惨不忍睹 一时间,数万间房,两万多人都被炸成了坟墨 据记载啊,当时正在紫禁城内施工的匠师们 从高大的脚手架上被震了下来 两千多人啊,都跌成了肉泥 为皇帝出宫而准备的仪仗队中的大象啊 隐隐受惊,纷纷从巷房中奔跑出来 满街乱窜 踩踏百姓,致死伤无数 当时爆炸发生时啊,天起地就正在前行功用早膳 突然大地震动,皇帝扔下饭碗 转身就直奔交胎垫 这速度之快啊,连身边的内饰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啊,跟在皇帝身边的只有一个贴身侍卫 在逃跑的路中呢,这个贴身侍卫就扶着皇帝 就看见啊,这是空中大型的石块和这个房屋瓦砺 纷纷的落下来 不幸的是呢,一块石头砸中了这个贴身侍卫的脑袋 给开了瓢,一命无呼了 于是啊,仅天起地一人逃入了胶菜殿 躲到了大殿的一张桌子下 同时,前行功的大殿严重损坏 一片狼藉,玉座玉院全部都翻倒在地 侍奉皇帝尽早膳太监啊,也都纷纷殉难 无人存活 连布满周岁的皇太子朱子炯也在宫中被砸死了 这事儿让人最不解的呀 就是死伤者接裸体 很多死者和伤者均赤身裸体,寸丝不挂 有书记载啊 巨响之后,帽子,衣裤,鞋袜,一刹那全都不见了 有人因压伤一腿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见街上妇女赤体而过 有的用瓦片遮住下身 有的用半条脚带遮掩着 有的劈了半条褥子 有的劈着一副背单 一会儿功夫就过去了数十人 那人见了哭笑不得 事后有人分析爆炸原因呀 有诸多说法 其中最为众人所接受的呀 主要有以下四种 据史料记载 经济及明代啊 就有大小镇摆于其 虽然官方未明确此灾为地震所致 但灾变前后啊 如大震一生 电震 震撼天地 石溪地震 震后等种种迹象 所以地震均有诸多相辅之处 不过奇怪的是啊 在离震灾中心较近的建筑 珍如寺 承恩寺等 均未受到多大的破坏 再者 蘑菇状烟云呀 也不是地震出现的现象 有如不论男女接近裸体 寸丝不挂的现象 也不是地震的后果 至于灾变中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呀 在地震史上也少有先例 文献中 但见飙光一道 内有大光 烟尘涨空 白昼毁明等记载 与现今科学正视了的 这个陨石坠落会出现的情况呀 很吻合 而且当陨石坠地时 会发生巨大的震动响声 这与记载中的有声如吼呢 也一致 不过这陨石说又很难解释啊 在爆炸发生之前出现的那些情况 以及为什么会将 几吨重的那个大狮狮子 抛到树里之外呢 对于陨石坠落这样一件大事啊 在历来重视天文观测的中国 有专门的天文水利这个观测记录 但是在这些记录中啊 却点滴未见 这也很难解释得通 龙卷风是一种小范围的强烈旋风 寿命短 属于小尺度对流性天气系统 因此啊 龙卷风的发生 必须具备对流性天气发生的条件 龙卷风具有很大的破坏力 所经之处 树木 房屋 农作物等 都可能被席卷一空 撕得粉碎 但阵后有人入京报告啊 山西漂来大量衣服 挂鱼树梢随风飘扬 昌平州叫场中啊 衣服成堆 器皿 首饰 银钱 也落得满地都是 选择性的转移物品 却没有人感觉到风的存在 说明灾难当时 并没有发生龙卷风和飓风 由于王工厂火药库呀 正是灾变的中心 故灾后就曾有人说 王工厂不戒自焚 只都城之扰 再加上 王工厂爆炸造成的 天崩地塌 昏黑如夜 万事平沉 和巨大的伤亡现象 即王工厂制造火药的特殊性 让很多人相信啊 此事件是王工厂 黑火药引爆所致 据史料记载啊 每五日 三大营 共领火药三千余金 若这么多的火药 一旦发生焚爆 可能在瞬息间 形成高温高压的气流 并迅速向四周围扩散 可下冲使地面成坑 向四周使见物倾倒 向上可邪物升空 甚至大阵一声 烈狱即停 虽然这是唯一看似有事实依据的 相对最可能的说法 但是当时的普通黑火药 是否具有两万吨当量的三消机甲本 使到这个千斤的石石子飞鱼皆外呢 而且平地陷深坑两丈许 将一股卷走 而致使男女俱赤裸 且寸丝不化的巨大威力 相信这样也难以用火药坟暴来解释吧 关于引发这场灾难的原因啊 专家们众说纷纭 每一种说法都有自己的根据 但都无法全面解释 所有的诡异现象 这也就是为什么天起大爆炸 被称为世界三大自然未解之谜之一了 朋友们对此事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给沐昕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记得关注沐昕 我们下期见 拜拜